在宣布GDP之前 已经率先安排一个降准的状况 希望对于经济来说 未必是带来很大的刺激 但起码可以稳定着现在的现况 你也提到在公布GDP数据之前 其实上星期五宣布了降准 0.25% 估算是释放5300亿元人民币 下星期也生效 不过之前降准大部份都是下降的0.5% 其实今次的幅度就比预期少一半 你觉得今次的降准幅度 为什么比以往少呢? 另外一个大家值得留意的就是 今星期三内地会公布 1年期和5年期的贷款市场利率 即是LPR的数据 你觉得减息的机会有大吗? 暂时去看的时候 也存在一个减息的机会 因为始终内地经济增长也需要稳定 刚才也有分析到一些地缘政治因素 如果你要令到内地经济维稳 这个减息会有一个必要性 当然今次来说 降准未必跟以往的数字是一样 比较低一半的时候 可能人行也要考虑到 到底美国那边的货币政策安排是怎样的 以至做一些相应的措施来配合 因为一方面要考虑经济增长维稳的考虑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人民币 会不会有很大的贬值的压力 因为如果美国持续加息的状况 人民币不能够保持着一个现况 贬值的压力会比较大 这也会影响在国际间的地位 这也是一个关注点 所以除了经济增长 另外一些因素都是人行需要考虑 所以以至降准的力度 或者是未来减息也好 可能未必跟预期中一个这么大幅的状况 未来也会看着内地疫情的情况 和内地货币政策的走向 往 utilise 要不就过 再来 我来 去 大家 给你们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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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